不行啦 妳也不行嗎 我是跟班傑一樣的 妳真的嗎 難怪妳一天到晚 國外跑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我覺得人在工作 一個心智狀態很重要 如果你一直在工作的話 我跟你講 我覺得那個 那我會瘋掉啦 我怎麼不行 我也是要有一段時間 我就是要出去外面 做做我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會把時間分類好 一些工作的時間我就好好的工作 那有些屬於我自己的時間 我會好好的運用 像是我常常有菁姐說我要去整容 妳要整容 妳已經夠漂亮了 妳還整什麼呢 不行 我跟你講 女神就是維持一個 維持在一個程度上面 所以我會常常打線什麼不尿酸 打打雷射 打打電波什麼東西的 可是按我那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那我那天的時間就不能接 那個是我對我自己的堅持 好嗎 所以我要我自己的這個人生的心態 人生的心態上面 還有讓我自己的自信來源 那還有我要出國 出國的話 像我這次 泰國安回來 我過一個禮拜 我要再出國去這個 歐洲跟埃琪 還有這一個加拿大 所以呢 我就要去個 當然一定要的 我就是再出去個兩個月 中間這兩個月呢 也是有工作來 帶人來 我就說沒關係... 沒關係 我不要 我怎麼樣 我要有自己的生活 我怎麼樣 讓我自己的生活 很重要好不好 不成 全部通通都要 那樣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心智比較重要 我跟你講 反而妳太緊 妳逼她太緊 有時候妳逼太緊的東西 它反而就會跑掉 有時候妳反而無所謂跟妳講 來得更多 妳相信我 她要去玩玩 妳把她放去當男模 可是我覺得我是滿極端 就是我要去一個場合 我覺得地方我要打扮 我打扮漂亮 可是我覺得地方 我覺得大家是一個可以 玩樂的局 或者是妳一定會弄得很 很髒或很醜的 我跟妳講我會素顏出去 粉絲跟我拍照 或是廠商跟我拍照 我廠商直接素顏 她說妳確定可以這樣 我說妳不用關心 我可以 嘴巴都嘴皮妳知道嗎 嘴巴都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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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是覺得 我自己是因為我自己的個性 我都覺得說 我比較在意的是當下 當下的方便 如果妳們全部要等我一個人化妝的話 我覺得這樣太浪費時間了 我就為了要帶她快 因為我覺得我是會大舉著想的 我帶她快 讓妳們不介意我不化妝 反正妳們要買槌拍東西 我們去餐 不化妝可不可以 好 那我就來了 我穿了脫鞋我就來了 但是我覺得菁姐有時候 會在這方面她會想很多 就是讓妳們有時候穿著 因為像我菁姐是 我們家公司的男人 她會管說她們比較走的是日韓風 看不太懂我的這個裝扮 要不然就說 叫我去做那個 有的廠商會要求說 要我希望走這個青唇點路線 希望我今天做指甲的時候 做一個人魚的指甲 我想說什麼 我是聽不懂啦 我直接來做一個 臭色 最XX的 因為我才剛從泰國回來 我大概是泰國為重 對啊 我才沒有要走什麼人魚款 人家想要叫妳走小美人魚 妳就說不要 玩XX款 對 我還沒想很久知道嗎 她說 我還沒說那我要為了這一個 這個工作 她也不聽廠商的話 那個是MV你知道嗎 那MV要把我打扮成一個 就是那種 那種就是16歲 還要那種很清純 然後穿白長裙 沒談過戀愛那個樣子 然後我好像說 她說妳去做一個人魚指甲 那個比較夢幻 我真的指甲店看了很久 我就想要紫色 那種我要淺色紫色還深紫色 我想說淺得很久 我想說我要去泰國 我要跟那些XX拼了 我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剪的 妳要什麼顏色 深的 昨天那天去拍的MV的時候呢 指甲露出來 叫摸那個男生的臉 一直都是那個XX的手這樣 後來XX開一個是不是 沒有 他們都覺得算還是沒關係 其他的妝髮都是很淡的 這個手就像XX 搶搶怎麼這樣子 這叫自己的風格 誰說 我跟妳講我16歲的時候 就這種指甲還傷血水鑽的 妳最好 還有接出來了 妳這個很誇張 我15歲就開始做日本的水晶指甲